来关心加拿大西部地区 从上个礼拜开始烧起了 这一季的第一波野火 而这个野火呢 甚至还持续的逼近当地的石油重镇 当局已经下令撤离周边地区 6000位左右的居民 而加拿大的野火造成的雾霾 现在也飘向了美国北部 前方车辆大排长龙 远方的天空被灰色的浓浓烟雾笼罩 在浓厚的雾霾之下 车辆持续往前开 朝灰黑的浓烟前进 加拿大西部连日来遭到野火肆虐 火是持续加剧当中 也造成严重的雾霾状况 现在野火发生地区的附近居民 陆陆续续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加拿大的亚伯达盛是主要的陈油地区 从上周开始烧起大规模的野火 再加上气候干燥以及强风助长 火势从14日开始明显加剧 向其中的石油重镇迈克木瑞堡持续逼近 当局就下令撤离周边四个区域的民众 阿尔伯人必须保持续保持续 若你是在心里承认首同 Stone Age 再加上气候挑战 那一点精彩时就要免得想要 Pablo 用再多我们忙 盛ividade 这是加拿大最季发生的第一波野火 西部森林和野地燃烧的 面积已经超过两万四千英亩 加拿大跨部门的森林野火中心表示 加拿大总共有146场野火在延烧 卑斯省和亚伯达省境内 至少有几十处的野火状况 已经达到失控的等级 加拿大野火造成的雾霾 也向美国北部地区飘过去 蒙大拿 北达科塔 南达科塔 和明尼苏达这四个州 在13日的空气品质指数 对一般民众的健康影响 从中度到不健康等级都有 相关单位也发出恶劣空气品质警报 警告民众外出小心 华军新闻张文君综合报道 还要来关注中东局势 以色列军力现在正在加萨南端的 拉法东部集合 准备要开始向西进攻 美国先前就敦促以色列 赶快制定加萨降后的重建方案 但是总理纳坦雅虎强调 在完成军事行动前才有可能进行 不过以国的防长罕见公开反驳 他说他曾经提出相关方案 但遭到了纳坦雅虎无事 以哈战争已经来到了第七个月 超过三万五千名巴勒斯坦人身亡 百万人无家可归 但战事仍在猛烈进行 在加萨北部的贾巴利亚地区 哈马斯与乙军 在挤进废墟的市区里 爆发激烈的巷战 而乙军也正在南端的 拉法东部地区集结 准备进攻乙军声称 哈马斯最后四支营部的所在地 纳特亚乌斯被揭灭以前 没有加萨人敢接管民事管理的任务 因此只有在哈马斯没有军事能力后 才可以真的计划战后复原 不过这似乎不是以国政府的公式 以国防长格朗特罕见在公开演说中 反驳纳坦亚胡 表示他从十月以来已经多次向内阁提出 乙国必须在战争进行的同时 寻求愿意和乙国合作的巴勒斯坦势力 但迟迟没有回应 他认为目前的状态下 战后只有哈马斯重返加萨 或以色列占领加萨 这两个负面选项而已 而仍在乌克兰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布林肯再次重申 以色列目前仍没有提出明确且稳固的计划 能够确保加萨在战后可以不陷入混乱 因此仍无法支持乙军的进攻计划 欢迎新闻发言之综合报道 南韩又传出纠纷 中国的环球时报指责是菲律宾的军人 在仍爱礁上侵占中国海域 有多达200名的菲律宾渔夫 15号前往了黄岩岛周遭 向中国抗疫宣誓主权 结果中国一怒之下再度扬言 如果菲律宾无视警告 就要依法反制 大约200名菲律宾渔民 在15日搭船前往黄岩岛周遭示威 宣示菲律宾的领海主权 中国却拍出多艘海警船舰到场驱离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国自2016年以来 就接受了少量菲律宾渔民 在黄岩岛附近捕鱼 但如果菲律宾渔民继续闹事 中国恐怕会采取行动 如果菲方滥用中方的善意 中方将依法维权反制 相关责任和后果 完全由菲方承担 中国海警近日在南海的动作 有争多的趋势 而与此同时 中国媒体也向菲方开跑 非洲不断出现海上碰撞事件 主因是中国有意阻挡飞国补给 驻在仁爱礁上的军事人员 而中美环球日报在近日保存 这些驻扎在仁爱礁的士兵 不只肆意在海上请到垃圾 甚至刻意偷运材料修补船只 而船身腐蚀加上燃烧化石燃料 都对当地海域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 这些说法明显在和菲方的控诉 针锋相对 菲律宾海巡队最近才表示 菲律宾海巡队最近才表示 在仙兵岛附近 发现中国人造岛的证据 并指控中国大量排泄珊瑚 造成当地环境破坏 中国则反驳这是非方造谣 要求非国不要再误导国际社会 应该正视现实尽快回到谈判桌 欢迎新闻发言之后的报道 好来关注到台北市长蒋万安出访 日本参加活动 昨天下午一抵达东京就直奔自民党 拜会了前首相麻生太郎 两个人在会中称呼彼此是 漫画航海王中的索隆和鲁夫 展现出两人的友好交情 此外他也拜访了自民党的重要组织青年局 对方还称赞蒋万安是代表台湾希望的市长 舞台上Denser拿着LED与散汗旗帜 充满十足科技感 日本SUS HIGH TECH论坛登场 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地飞到日本参加 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同场 活动外也排了满满的拜会行程 台北市长蒋万安访问日本 那么行程是非常的紧凑 一落地立刻就先来到了 自民党拜会青年局 还有前首相麻生太郎 麻生太郎以一贯的帽子造型现身 两人画匣子大开 一聊就聊了将近一小时 去年八月的时候 麻生前首相有到台北 我也接待 那当时就有承诺说 如果今年找机会来日本 一定会来拜会麻生首相 两人在会中称彼此像漫画 航海王中的角色 索隆和鲁夫是可靠的伙伴 同时蒋万安也邀请他 明年五月到台北参加 世界壮年运动会 麻生则笑说自己几乎快要是 报名门槛三倍的年纪了 此外蒋万安也拜会了 由首相登龙门之称的青年局 不过反过来却是日方相当看好 蒋万安的未来 四天的行程中 蒋万安还将和小池百合子 以及日华议员肯谈会进行会谈 并参访东京巨弹 以及青空塔的台湾纪活动 赶在520总统就职前回台 结束访日行程 欢迎新闻失序号 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国会改革无法 明天就要闯关三毒 蓝白党团为了防止绿营杯盒 24小时轮班驻守一场前 那昨晚呢 黄国昌开直播时 傅宽奇甚至直接上演摸头杀 让网友觉得很特别 那不过呢 这也被绿营反酸 这么柔顺的被摸头 果然是富随小弟 那今天蓝白 也是持续在坚守岗位 傅宽奇甚至带上 满满的炸鸡跟冰棒 党团爷拟定好战略 大唱军歌 傅宽奇这一季摸头杀 让直播间的网友全都暴动了 为了聘周五国会改革无法三毒 蓝白党团二次消失 轮班坚守一场 不诺明这党团有机会杯葛 但对影痛批 黄国昌真的被摸头了 十年前的黄国昌 自己在脸书上面 是怎么样批评傅宽奇 结果现在居然是让 柔顺的让傅宽奇来摸头 这真的是应验了 我们过去讲的 傅髓所持 傅髓小弟 反正你就是乖过来摸个头 觉得我把锅全部甩给他 然后他就开玩笑 来拍了我头一下 那个完全是人跟人之间 非常幽默的一个互动 民主进步党 都可以拿来做政治攻击 我真的觉得够了 波兰赢挑战夜战凌晨开支播 立委们一换上青装 王勇甚至一度认不出这是谁 宋凯那个没有由头不认识 说这样比较可爱 如今来办好二点灵力冤上演 为了备战院会 不止副总招带来满满的炸击冰棒 来探班国民党团 还下吼战术 一字排开大唱军歌 男儿女子在沙场 马个国士气豪壮 怎么要反攻民进党 去攻击别人 我们一般都是防守 我这种小家闭吗 这个新型的坦克 明天会开进立法院 台湾的民主在暗夜唾气 是至少要有一个月的时间 再去对话再去折冲 而不是说只要过水 等满一个月 就可以强行表决 男人白党团各出气 朝周五朝野大战一触即发 欢迎收看您 不欢迎王勇宙 叶昀娜台北赛访报道 另一边我们来看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争议持续的演售 昨晚间公布影片 大谈精华成争议 他强调容积从560%增加到840% 他不是交办而是转送 但是被施议员有时会打脸 大家要对柯文哲有信心好不好 不用对我有信心 不用对你有信心 是对台北市公务员有信心 一连三天回应任内三大案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终于要来好好探讨 精华成史无前例的 840%容积率到底怎么来 6乘30%的是买的 市长不会对单一个案一下指导起 真的啊 我们怎么会去管说单一是 都委会是何一致 都委会是何一致 不只抛轰议员 都委会跟都省会傻傻分不清楚 跟大腔议员只会乱抹黑 我是转送不是交办 问题是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啊 居然自比自己是收发式的员工 听到之后白眼都翻到后脑梢去的哦 有没有抹黑拿出公文看一看 上头大大写着凤交下 明明就是上对下交办 却被完成文字游戏 柯文哲为什么可以在他任内 不只帮助精华成取得560 更给他史上创天高的 容积奖励840 好龙斌不给的 为什么柯文哲不只给 还要五毛给一块 光是这20%没有法员依据的容积奖励 就多送了精华成55亿嘛 讲说什么难道议员都是白痴吗 为什么要这个都没有监督 问题就是议员已经监督了 你不听 现在出事了 又要反怪议员说没有提醒你 牛柏亚跟拿出监察院 今年1月的纠正报告 早就是仅柯文哲没有法律 依据民众党连三天回应三大案 恐怕是越回越心虚 欢迎新闻吴正 柯主营台北采访报道 财经焦点要来关注的是 在AI热潮之下 现在带领了众多的台厂 成为了这个产业链大军 像是从伺服器代工厂鸿海 还有PC品牌大厂华硕 再到代工大厂广达 今年第一季都绞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广达跟鸿海双双写下了 三绿三升的好成绩 那么广达跟预计每股将要配发 史上最高9块钱的现金鼓励 这也是创下了公司成立三十六年来发出的最高记录 将长达一个小时的影片做完重点整理 AI变成小帮手对答如流 Google的年度开发者大会 公布了最新的 GENAMA 1.5 PRO AI模型 不但可以帮你整理文件摘要 更可以及时分析手机拍摄画面 协助辨识位置 相成是AI横空出世 点亮2024暗淡的科技夜景器 带给台厂供应链一段奇幻之旅 看到前一天广达公布的财报 手机获利创下三绿三升 预计每股将配发 许上最高9元的现金鼓励 发放总额高达347.64亿元 创下公司成立36年以来发出的最高记录 外资也提前送暖 着眼于AI伺服器营收 将占总体伺服器的五成 启动调升目标价 上调2024年到2025年 每股获利预估分别落在13.7元 及16.4元 2026年更将上看19.2元 今年第一季绝大多数的AI概念股 他们的不管是营运方面 或者是盈余方面 都出现明显的成长 大家的表现都相当的精彩 那当然这个是我认为是 跟这个AI伺服器的出货是有关系的 AI让台湾科技业走出低迷 不少外资法人也点名相关焦点股 其中以鸿海关注度最高 看看鸿海手机表现三绿三升 获利久去年同期成长超过七成 EPS达1.59元 年增72% PCE大厂华硕 税后权益同样较出双成长 即增39% 单机EPS更是高达7.3元 相关业者的这个业绩 尤其走到下半年 其实还是值得大家 特别特别去期待的 所以反映到这些相关的个股 我们看到这些伺服器的厂商 还是值得大家留意 更建议乐观看待 AI上下游长期市长发展 不论是设备供应还是原材资源 台湾封测业都有机会 能在国际上大展身手 捎来更多接单契机 欢迎新闻 陈叶凯张亚珠台北报道 桃园中立青浦地区发展迅速 有民众抱怨临近高铁 桃园站于轨道的高铁北路 沿途只要高铁经过 就会产生很大的噪音 跟朋友聊天根本听不清楚 市府也在去年10月 监测到高铁北路 各时段的平均最大音量 高达87.2分贝 已经超标了 高铁公司声明 将在7月中前提出改善方案 急速呼啸而过的高铁 替南来北往的民众 缩短通勤距离 但是却对周遭居民 带来了震耳欲聋的恼人噪音 跟人家聊天的话 会听不到声音这样 看他有没有装七米床 没装的话可能就睡不着 桃园市中立的青浦地区 临近高铁桃园站 与轨道的高铁北路 常常有住户反映 高铁行经时噪音过大 而陶市府环保局 在去年10月监测高铁北路 果然各时段的平均最大音量 达到87.2分贝 这已经超出第三类 噪音管制区的标准85分贝 113年VS8 依据噪音管制法第14条通知改善 应与180天内提送改善计划 期限内未提送 将噪音管制法第29条 处新台币10万以上 50万以下划缓 然而针对民众抱怨 高铁公司只给出了 简短声明表示 公司预计会在期限前 也就是7月中旬 向桃园市政府环保局 提出改善方案 进行评估审查 对周遭社区民众来说 已经造成生活上 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也造成他们精神上 以及生活上非常大的不便 高铁公司应该尽快 尽数来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他没有停嘛 就咻那个就很大 我住这里快10年了 所以已经习惯了 民众喊话高铁公司 希望他们能尽快提出具体措施 还给这一代清幽的住宅环境 欢迎新闻成面 张响宇 刘北遥 桃园 采访报导 吴文林招到了 赖清德上任之后 民进党的非核家园政策 会转弯吗 准经部长郭志辉被问到 是否依旧坚持非核家园 他回说赖清德交代 要尊重多数民意 可以用啊 而且那是最省钱 最安全的方法 反正我现在70岁了 我不晓得你们下一辈子的人 要怎么去过这些日子 如果在没有一个对质的方案之前 只是去冒难的启用它 那对老百姓来讲不公平 停电事故接连而来 不论是溃线跳多 或者是雷雨引发 台湾陷入缺电疑云 520即将到来 核电再度成为话题 准经纪部长郭志辉 15号前往立法院 拜会经纪委员会立委 郭志辉则表示 尊重多数民意 与代保留 郭部长就表达了说 核能是一个干净的能源 他说回去 会跟我们的赖总统做一个检讨 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接下来的这个部长 他的讲的话 当然我们当然尊重 能源政策或各个能源的选项 当然都可以讨论 所以重点还是在 核安核废料 那也包括这之前也说过 要怎么样真的能够有社会的共识 面对供电不稳定 企业首当其冲 核首董事长佟子贤日前也建议 研议核二核三 并引记新核电 不然2025禁零碳牌 不可能 我们都是这个靠民主起来的 那本来就是哪一个人说不尊重 多数民意 新的部长他也体认到这个事实 也就是核能可能要先用 备而不用的状态之下 但是不能不备 局限非核是挑战 民进党该不该警报 非核神祖牌 在现实面前 政策似乎开始 微微转弯 欢迎新闻 吴荣宇 张品达 台北采访报道 国台办宣布 惩戒台湾五位名嘴 引发政坛讨论 但真的能有实质效果吗 只有民众表示 这些人也不是大陆的同胞 国台办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实质行为 对此评论员黄毅中则表示 最大的影响 顶多就是没有办法进入中国 以及港澳地区 而国台办选在520就职典礼前 无预警宣布 宣示意义大于失职 中国的经济已经脆弱到 你不能唱衰了 刘宝洁没在怕 节目上反击国台办 15号大陆国台办吴玉景宣布 惩戒刘宝洁 李正浩与北辰 黄世聪及王毅川等 五位名罪 批评他们搅动两岸敌意 但被点名的人不是反抢 就是不以为意 因为国台办寄出的惩戒 对他们来说 没要没筋 不会有什么行为啊 因为他讲的这些人 又不是他们大陆同胞 他要怎么处罚 我也搞不太懂 最大的影响就是 政府会名嘴跟他们的家属 以后不得进入中国 以及港澳地区 如此而已 那讲来念全世界200个国家 这个国家不去 似乎也没有影响那么大 承戒恐怕是宣示意义大于失之 中国社群上也炸锅了 就有网友表示 认为有点小题大做 也有人觉得 真正抹黑的独派名嘴 大有人在 不懂名单是怎么设定的 但520前为何国台办 会把名嘴也列入黑名单呢 我觉得这个国家名嘴 有点像是戴罪羔羊 就是说无言的事情 然后这是在 选在520这个时间 被端出台面 但是其实是 有一个伏笔 就是说他要观察 赖政府的团队 将来怎么跟中国 进行一些互动 国台办对名嘴出售 最后恐怕造成反效果 换新闻综合报道 立法院明天就要表决 国会改革法案 蓝白立委排班 镇守议场 立院道具女王 国民党立委许巧新 也自备秘密武器 更透露新竹市长 高宏安也很喜欢 另外为了以防明天 发生武打场面 资深女将陈玉珍 也亲自传授防身技巧 还说自己是金门坦克 招呼同党立委马文君 来谈一下自备的秘密武器 国民党立委许巧新 不止直询台上道具 满满就连排班首议场 也有不少装备 这个选上之后 然后搬到立法院里面 那当初就有想到 有一天可能要排班 那我就会想说 那排班每次坐那种椅子 都很不舒服 那是不是要准备一个 看这里还可以开车 就是这里还可以放脚 所以基本上呢 很舒服 然后甚至也不会碰到地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优质的一个排班工具 遮叠床轻便好 膝带徐晓新更透露 新竹市长高宏安也超爱 难道是立院学姐亲自传授吗 但学姐要教的 可不止直搬道具 还有五场发生时的防身技巧 你的眼镜可能就要保护好 要戴眼睛眼镜啊 进不起摔的 你可能护膝啊 护背啊 这些都要戴一下 经常要准备 像以前哦 他们也会栽赃我们 有准备GoPro 要干什么 我不可能在这里 去谈什么事 我是谈原则性的问题 做个文明人 但是如果有些人 不文明的话 那我们也没必要跟他文明下去 为了力拼三毒国会改革法案 蓝白轮值首页议场 黄国昌不止亲力亲为 值班豪机场 傅昆琦更是不实来巡逻 这边也是一项 总招特异牌的吗 特异牌颜值组吗 对对对 你要首议场可以 但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跳过所有合理 民主国会的程序 硬干 这样子有争议的法案 如果你无心协商 那你为什么要来当院长 民进党再三呼吁 蓝白国会改革的听证调查 和藐视国会罪 就是违宪不满 蓝白联手强过法案 绿营直接温情 喊话院长出来管一管 所以我不是卡车 我是坦克 还是希望 民进党可以当家不闹事 到底能不能顺利改革 蓝绿白各出奇招 朝野大战一触即发 欢迎新闻 我这很科举台北采访报道 唐吉赫德爆出的藏牵争议越演越烈 昨天晚间祭出声明道歉 并且提出补偿方案 给消费者奖项并且退费 不过民众说被骗过 就不会想要再去转扭蛋了 律师也提到 就算业者提出补偿 诈欺罪还是有可能成立 当时南大生一行人 就是来到这一间 唐吉赫德扭扭蛋 没想到引爆争议 虽然店家事后提出补偿 但他们还是气得提告诈欺 扭蛋藏牵争议掀起轩然大波 虽然厂商13号就发出声明之谢 但唐吉赫德15号才终于道歉 5月8号到11号的活动中 人员的作业疏失 导致奖项未放进扭蛋机中 因此双方决议参与两波活动的 所有消费者都可以凭消费证明 兑换奖向一个并退费 但民众能接受吗 可以接受这种道歉方式 可是可能之后就不会再去 唐吉克德扭蛋 因为不能说因为我发现这件事情 你才道歉这样或者是赔偿 如果那都没有人去反映这件事情 那大家是不是就都当作没事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下一轮的 有点类似诈骗 这样就算欺骗啊 就是已经被抓到了 消费者的话应该是 可以接受 可是对于下一批的话 应该没有人会想要再去转了 伤力受损 不然你要下次人家再去 他也很难再去啦 信任恐怕已经回不去 不敢再来扭扭蛋消费 律师更说 诈欺罪有可能成立 如果店家是故意 没有把大奖放进去 导致消费者被骗花钱购买扭蛋 这样诈欺罪就已经成立了 即便店家之后 给予全面性的补偿 也不会影响 已经成立的诈欺罪 到底是作业疏失还是有心人 故意为之 还有待检察官理清真相 但卖场流逝的商欲 损失更惨重 淮宇新闻客官呈黄萱萱 台北采访报导 台股提前上演520行情 本周以来天天创新高 今天又刷新了历史高点 中场上涨157点 收在21304点 也让市场对520行情的信心更提高了 其实看到过去统计 另年520之后 一季的平均涨幅高达9.04% 新任总统上任进入倒数 520行情却已经开始发威 台股本周多头锐不可挡 16号中场是上涨了157点 收在了21304点 站上了历史新高 护国深山台积电 领军搭配全职股群起而上 台积电中场创下历史新高 上涨2块钱 占稳841元大关 市值冲上21.81兆元 鸿海盘中最高更触及179元 创下16年新高 中场上涨1块钱 收在171.5元 下个礼拜520之前 我们也可以看到 很多政策做多的族群 股价表现都非常强势 距离520行情 最后倒数阶段 到底是不是利多 观察历史行情就可以发现 台股在520后一周 平均涨幅落在0.62% 后一个月平均涨0.78% 而且从2012年以来 趋势越发明显 近三年平均后一季 涨幅高达9.04% 显示多方略占上风 过去8年来 520之前上涨的几率高 那这代表就是说政策上面 其实在520前后 希望让股市维持一个荣景 只是今年520以前 台股已经不断改写新高 多头走势能否延烧至520后 有四大变数不得不留心 首先是国内外财报展望 不少公司获利低于预期 恐怕会引发市场失望情绪 再来5月份也是ETF换股潮 总共有7000亿元资金 将在盘面上乾坤大挪移 再加上MSCI半年度权重调整 以及新政府上任后的政策方向 都将牵动520行情走势 我觉得应该是回到说 接下来的大环境的逻辑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用那种 历史来推论未来 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 国内外景气回温 加上AI商机的发酵 都是股市上涨最好的催化剂 多头火种燃烧下 就看520后台北股市 能否再创新高 法律新闻陈燕凯 张阿竹台北报道 就在16号 立法院要表决 这个国会改革法案 蓝白立委排班镇守一场 身为立院道具女王的 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有自备秘密武器 他透露新竹市长高宏安 也很喜欢 另外为了防止 会发生武打场面 资深的蓝营女将 陈玉珍传授防身技巧 还说自己是金门坦克 这个不是 真的很舒服 我真的还没骗你 招呼通道立委马文君 来躺一下自备的秘密武器 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不只直询台上道具 满满就连排班手艺场 也有不少装备 这个选上之后 然后搬到立法院里面 那当初就有想到 有一天可能要排班 那我就会想说 那排班每次坐那种椅子 都很不舒服 那是不是要准备一个 看这里还可以开车 就是这里还可以放脚 所以基本上很舒服 然后甚至也不会碰到地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优质的一个排班工具 遮叠床轻便好携带 徐巧新更透露 新竹市长高鸿安也超爱 难道是立院学姐 亲自传授吗 但学姐要教的 可不止值班道具 还有五场发生时的防身技巧 你的眼镜可能就要保护好 要戴眼镜眼镜 进不起摔的 你可能护膝 护背 这些都要带一下 经党他要准备 像以前那种 他们也会栽赃我们 有准备GoPro 因为干什么 我不可能在这里去谈什么事 我们是谈原则性的问题 做个文明人 但是如果有些人不文明的话 那我们也没必要跟他文明下去 为了立平三毒国会改革法案 蓝白轮值首页一场 黄国昌布置轻力轻微 值班豪机场 复婚期更是不时来巡逻 这边也是一份眼镜 总招特一排的吗 特一排颜值组吗 你要守一场 可以 但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跳过所有合理 民主国会的程序 硬干 这样子有争议的法案 如果你无心协商 那你为什么要来当院长 民进党再三呼吁 蓝白国会改革的听证调查 和藐视国会最旧事 违宪不满 蓝白联手强过法案 绿营直接温情喊话 院长出来管一管 所以我不是卡车 我是坦克 还是希望民进党 可以当家不闹事 到底能不能顺利改革 蓝绿白各出其招 朝野大战一触即发 欢迎新闻 无知情科主义台北采访报道 还有网友在网络上发表 表示自己考上了普考 发现这个薪水扣完房租 竟然跟饮料店员薪水差不多 直呼后悔了 当初不该投入高普考 公职补习班业者也透露 真的观察到 现在报考人数不断的下滑 主要是因为少子化 但是年金改革导致退休金缩水 恐怕也让公务员的铁饭碗 越来越失去吸引力 公职补习班广告登满街 门口更是贴满榜单 但公务员除了工作单调 过劳更是时有所闻 薪水现在好像也没有比较好 一名网友近日在公职板上抱怨 发现自己薪水扣完房租 竟然跟楼下手摇引店员 薪水一样多 钱少还被欺负 觉得自己当初就该考国营 不该投入高普考 侧点侧 如果说是那种 在里面有单主管是的话 应该不会差到哪去吧 是真的这么少吗 的确就是可能换个跑道会比较好 公务人员光环真的消失了吗 摊开薪资待遇来看 高考三等特考四万九到五万三 普考四等特考四万一 至于初考五等特考真的有比较少 只有三万三左右 另外根据考选部公布数据来看 2009年到2012年间 维持公务人员报考人数 大约50万左右 但近五年陈述低于30万 少了快一半 主要还是在于因为少子化的状况 以及很多人对于公务人员 是不是不再是铁饭碗 或者是觉得说 我是不是薪资会减少 在退休分的部分会减少 所以造成这些担心的层面上面 所以会减少了考试的一个投入的状况 公职人员光环黯淡 年金改革更让民众担心 未来的退休金缩水 不过补习班业者也透露 对公职有兴趣的人 最主要就是求稳定 只能说职业各有所好 但公职的铁饭碗吸引力已经逐渐衰减 欢迎新闻吴荣宇 庄品达 台北采访了 这几年美甲业因为开店成本低 也成为年轻人创业的选择了 根据财政部统计 这五年国内的美甲美睫电数 已经暴增了120% 那现在把你上颜色 你再调一下要什么颜色 女生们爱漂亮 除了化妆穿达之外 把指甲做得衰当当 也是很多人追求时尚的象征 也因为需求量大 所以美甲师是很多年轻人的创业首选 在指甲上面也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艺术啦 因为指甲上面真的可以彩绘出 很多不一样的设计 大概初期前面先准备个10万块 前面要先做大概100个客人 应该是说做model 美甲的丙级正照 美甲业到底有多夯 根据财政部统计 107年时 国内的美甲美睫店家 仅有1587间 一直到了112年 数量暴增到3523间 财务年超过120% 销售额更是达到30亿元 再细看六都的店数 台中市以562间夺冠 台北市则有529间 第三名是新北市的457间 他就取的这个证照啦 或是说这个相关的试照 就其实是蛮低的这样子 大概6到8万这样的价格 就是所谓的厨师啦 因为他使用平数会比较小 所以租金的这个成本也比较低一些 可以跟着人跑 他带着工具 然后是数据接客 但在这样的高竞争下 美甲业真的有那么好赚吗 我一开始真的是觉得 就是很好赚 其实没有 因为你初期真的是投入太多成本了 拿不回来 因为你会一直买一直买 基本一个月1万5差不多 一个礼拜做5天来算 你一个月大概可以落到 4 5万是基本 只有展现自己的风格不断进修 才能提升顾客黏着度 让创业之路走得更远 欢迎新闻张翔宇 刘北瑶台北采访报道 台南东山丝瓜受到了高温影响 日夜温差大 没有办法好好生长 而今年呢 这个作物收成 不到两成 也让农民苦不堪言 南台湾五月天 正是丝瓜盛产期 整片农田 看不到结石雷类 好不容易结出的丝瓜 也长得歪七扭八 大小不一 农民苦不堪言 气候温差太大 所以丝瓜成量差 我真的结果率 大概也不到一两成吧 这菜贵里 最高温 最多三二十三十 这都三十八度 那不用说 那你如果想起 不要在这四十 那种都在三小而已 台南东山区的丝瓜 占地两百公顷 受到连日高温影响 再加上日夜温差大 尽管雨水补足 丝瓜还是无法好好生长 预估收成 只剩下一两成 希望可以邀请相关单位来进行协助 我已经请農会指挥医生到主要仓库去了解 所以我们的邀请和農会专家和農会水族去看草 了解真正的原因 剧烈天气造成农损减产 丝瓜价格与去年相比翻了一倍 其他瓜菜价格也硬生上涨 苦瓜每公斤批发价从去年同期25元涨到38元 小黄瓜批发价从28元涨到58元 护瓜每把的价格也翻了近三倍 从8.5元涨到23元 收成变差 不仅农民忧心忡忡 民众想要吃到当季蔬果 荷包又要锁水了 欢迎新闻 陈炎卫 陈世雄 王悠阳 台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